满足大家期待的一些情感的表现 情绪中 只见李小冉安慰钟翰良将他紧紧抱在怀里 钟翰良哭得也是十分伤心 将头埋在李小冉怀里 不停地抽气痛哭 导演喊咖后 两个人才渐渐地脱离自己饰演的这个角色 李小冉一屁股坐着地上 手拿起纸巾不停地擦拭眼泪 钟翰良将头靠在门上 很久还没恢复过来 一直都处于十分难受的状态 可以说两位真的是个敬业的演员 另一组花絮中 李小冉与钟翰良饰演床上虐心闻戏 李小冉眼中含泪 双手紧紧搂住她的脖子 与她亲吻 钟翰良与她对剧中的台词 竟说着说着眼中全是热泪 全部留下来 包含着感情 这一场戏很是厉害 简直风神 李小冉想必大家很熟悉了 2000年李小冉出演了赵宝刚导演的 像乌像风又像雨 饰演气质高贵的舞女安琪 这让她名声大噪 随后又出演了多部经典影视剧 成为国民度颇高的女演员 李小冉在事业上可以算得上是顺遂 但感情之路却十分坎坷 李小冉的第一任男友是打她10岁的酒店老板 但后来由于两人的年纪 性格爱好有些差距 以及酒店老板破产后性情大变 走向了分手的尽头 在拍摄电视剧《巴黎童话》时 李小冉认识了制片人孙东海 两人在一起后没多久 孙东海就暴露了自己的本性 孙东海不仅要随时掌控李小冉的行程动态 还要查她的通话记录 无奈之下 李小冉提出分手 但孙东海不同意 甚至还跟踪威胁李小冉 李小冉在担惊受怕四年后 遇到了梅庭前夫燕坡 孙东海得知后就带人砍伤了燕坡 燕坡身体好转后 李小冉自曝两人将凤子成婚 但最终两人这段感情 以李小冉流产而告终 正当李小冉对爱情失去信心和期待时 与她有着16年友情的徐佳宁出现了 徐佳宁一直陪伴在李小冉左右 陪她逛街散心 在徐佳宁的开导之下 李小冉重拾爱情的火焰 于是当徐佳宁向她求婚时 李小冉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两人恩爱至今 李小冉的这些经历 让她身上多了一份宁静淡雅的气质 每一段人生经历都是独特的 会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 秦海璐、张翰、任嘉伦三位不同风格的艺人 共同把吻戏推成热门讨论议题 对于演员来说 在已有伴侣的情况下 应如何处理吻戏 秦海璐的回答很果断 不拍 而且是写在合同里的那种彻底拒绝 期划特地查一下 秦海璐婚后的确没有再接过吻戏 连她与王新军恋爱前期出演的 洪高亮也没有实吻 但氛围感很到位 给观众的感觉尺度很大 张翰对秦海璐的做法很惊讶 不过 她也表示 自己曾有三年半剧拍吻戏的经历 按当时的讨论氛围 应该也是顾及另一半的感受 对于两位艺人为爱剧吻的操作 网友的反应比较两极分化 大众普遍认为秦海璐很霸气 真性情 不拍吻戏是她的个人选择 没什么毛病 但面对张翰剧拍吻戏网友便不那么认可了 毕竟她接演的作品大多是恋爱题材 剧拍吻戏 有强力深情人设不敬业的嫌疑 与此同时 另一部恋爱题材专业护任嘉伦 也因吻戏受到争议 她的新剧乌鸦小姐与蜥蜴先生中吻戏 近景镜头被质疑使用吻戏 同样的现象也曾出现在锦衣之下中 吻戏镜头基本都是先出远景 然后切成局部特写 与当初她在大唐荣耀里的实打实的吻戏 尺度差别很大 早前也有网友发现 任嘉伦自关宣恋情后的吻戏明显清水化 疑似使用提身 但也有网友拍到过她的实吻路透 是否真的使用吻提暂时存疑 无论真相如何 都可以看出 网友对经常出演恋爱题材的演员剧拍吻戏 还是比较抵触的 基本上都将他们的剧吻行为 与不够业画上等号 客观来说 完成剧本要求 给观众呈现更好的官剧体验 是演员的基本素养 如果因为个人原因导致作品不能更好的呈现 不敬业锅的确需要演员去杯 但抛开演员态度来看当下影视行业的吻戏现状 你会发现与演员拒绝吻戏是否不敬业相比 还有三个更值得优化的现状 一、吻戏与学头 网友对秦海露与张翰 任嘉伦的态度看起来有点双标 但秦海露拒绝吻戏不会让观众觉得突兀 与她的戏录也息息相关 她在大银幕主公写时类文艺篇 小盈平则主要以正剧、年代剧、生活剧为主 因为年龄和形象风格特色 她出演的角色很少会有炙热外露的感情戏份 近几年 秦海露难得与偶像爱情挂钩的作品是 南方有乔木 最初的相遇、最后的别离 剧中她的角色都是霸气女王 与男主存在暧昧关系 无论是与陈伟婷还是林更新合作都张力十足 很多微妙镜头氛围很撩人 尤其是南方有乔木 剧中不少观众都选择了站着对姐弟CP 但秦海露在两部剧里与男主没有吻戏 也能被理解 毕竟她是偶像爱情剧里的女二号 本来就有点压了女主风头 若再加上吻戏 主CP压力就更大了 她的其余作品 角色都对吻戏需求极低 甚至没有需求 比如今年的悬崖之上 谍战题材、危险任务、紧急限制等元素 都决定了主角没有甜蜜的客观条件 在这样的作品里设置吻戏 不是画龙点睛 而是画舌天族 然而 影视行业画舌天族的案例并不少 抗日剧编程汉子便是典型的负面代表 编剧在作品里设置了大量情色戏份 如今搜索这部剧 网络全是低俗片段剪辑 这样的设定已经背离了创作基本底线 把韦戏当成了粗俗的噱头 而不是能让角色与作品 更加有深度的艺术呈现 演员如果选择拒绝 完全值得支持 90后比较熟悉的苏友鹏版以天图龙记 张铁林和桃红这对望年恋 吻戏也为时多余 吻戏的设定应该与题材 故事诉求 角色设定相辅相成 而不是为噱头而吻 在讨喜的吻戏 都不能无条件地滥用 低俗的吻戏 更加要杜绝 二 吻戏与效果 与吻戏最合拍的题材是爱情故事 来不及说我爱你李中汉良 李小冉素而不腻 撩而不由的吻戏 是这部剧风神的重要助力 还是爱情剧里最能撩动观众少女心的镜头 也是各种花样case名场面 吻戏能成爱情故事里人物关系 情感升华的爆发点 或是青春羞涩的悸动 或是懵懂可爱的碰撞 亦或是荷尔蒙爆棚的熟灵之吻 成功的吻戏 无论在大小迎评 都能成就经典镜头 助力作品的成功 但当下国内影视作品 对于吻戏的刻画 大多处于两种尴尬的状态 一是敷衍吻 任嘉伦受到质疑的乌鸦小姐 与蜥蜴先生便是典型 其实 如果演员不愿真亲 亦不是多么值得批判的现象 不少明星前妻也很大方表态 吻戏常用借位 引发非好感的不是吻替或借位 而不是最终呈现的效果 乌鸦小姐与蜥蜴先生里的几段吻戏 相当寡淡无味 远景镜头还没有酝酿出荷尔蒙 近景 就突然来了个连演员面部绒毛 都特别清晰的局部特写 情侣之间暗流涌动的暧昧氛围 画面构图的撩动 美感皆没有得到体现 这样的吻戏 即使是任嘉伦本人 又有什么值得点赞的呢 韦诗还不如主角间自然的互动 来得够甜够撩 既然想要吻戏的镜头张力 便要拍出他的魅力 而不是把吻戏当成工作指标 吴磊与迪丽热巴合作的长歌行 也曾因吻戏受争议 整个画面两人借位都过于明显 完全无法带动观众情绪 最后还来了个超原景 马赛克之吻 即使导演用鹦鹉来暗示 接吻的浓烈程度 亦不过是亡羊补牢罢了 如果演员不愿意实拍 导演应该把重心放在 如何将借位吻 拍得唯美动人 而不是按头观众强吃 让人出戏 且又没有火花的敷衍吻 二是油腻吻 如果说敷衍吻是用心太少 那么油腻吻 便是编剧 导演脑动态过火的产物 他们把焦点放在了 如何让演员吻出新奇感 导致效果跑题 最为典型的便是近两年流行的面条吻 作为观众 期划完全从这样的镜头里 感觉不到情欲 暧昧或者少女心被击中的体验 只得到了胃部的抗议 像喝了一瓶油般不是 油腻吻的表现方式 还有很多种 有些是因为道具设计问题 有些则是出在演员的气质 动作表情控制上 这类企划就不一一举例了 实在太辣眼 还是用一张小清新bobo洗眼睛吧 出演需要用吻戏 来添加故事张力的言情剧演员 不应该因为私人原因 让作品呈现效果打折扣 但导演和编剧也需要回血会拍 不要把吻戏当成数量指标 而是需要挖掘吻戏的艺术效果 捕捉演员最好的吻戏表现 如果仅仅是为吻而吻或过度操作 效果只会拖后腿 三、吻戏与私心 除了吻戏效果外 大众对男女演员拒绝吻戏 可能也会有不同的包容度 因为这类戏份 在影视行业曾经有过对女演员 普遍不太友好的加吻戏现象 老一辈不少大咖前辈 都曾被报给自己和漂亮女演员加吻戏 年轻一代的杜淳、冯绍峰 也自曝或被合作对象吐槽 主动要求加吻戏 他们的理由有的比较敬业 为了效果更好 有的则直接表示是私心 论写故事 编剧才是专业的 能加戏加出经典的演员 大多有一定的艺术底蕴 而个人并不觉得行业 有这么多难以人的创作实力 能比得过专业编剧 各司其职 各自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才是正当 演员应该将吻戏的比例 交给编剧和导演 不顾效果只为私心剧吻或加吻戏的行为 都不值得提倡 而导演和编剧 应该以最佳的吻戏效果来呈现镜头 不要以为用客观原因为糟糕的镜头买单 才能让国产剧吻戏更加合理动人 感谢观看